旅行从来就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要么用青春替代消费 要么用金钱抵抗艰难 但人总克制不住出去走走的愿望 说说那些背着行囊踏上旅途的姑娘 许多人会把一次远途旅行当作成年龄 但因为没挣钱 送给自己的礼物通常比较寒酸 逐渐就促生了穷游的概念 其实我不知道怎样算是穷游 豪华游倒是了解 就是广播里常常讲的五星海景房 米其林餐厅管三顿之类 拿普通人的做标准 旅游报个团 有宾馆住 有饭馆吃饭 大巴接送 其实花费也不太高 只是这种形式时间短 地点少 不太过瘾 倘若自己订票 订经年旅设 安排经典 没有公交 就徒步 或者骑行 出门便是个把月不回头 要算一算 一点也不便宜 网上流传的几百块油西藏 小几千 逛欧洲 西看攻略 吃基本烤饼 住基本烤蹭 行 就竖个大拇指 顺风车坐了一程又一程 也许成功 也许失败 要看你适合与否 先说个特例 在男人中 我算是穷油 比较成功的 那时候不能叫油 叫浇窜 二十岁的样子 因为生活所迫 我爬过绿皮火车 用鸡腿 贿赂 炸骨小妹 靠网友救鸡 和老同学同情 睡遍了祖国南北的窗铺 走的时候 我兜里二三十块 定脚在南京市 居然还攒到了半年房租 看起来美好 但像我这么急运气 和脸皮鱼翼深的男人 还是很少的 我喝过雨水 摔过泥浆 跳过湖 飞过车 露天睡觉 丛林啃草 跟老外打过架 喝陌生人拼过酒 用青春消耗不完的体力和激情 一路无所畏惧 呐喊唱歌喝醉 与最好的朋友在山间草坡 放了半个月羊 唯一而巨大的收获是 我看到很大的世界 比想象的要大 然后感觉自己的渺小 喜怒哀乐 和得失悲欢 都能用对比的方式忽略 壮阔星空 万千河流 奔腾不尽的雪山 抑郁狂欢的夜晚 不知名植物 拥挤的海洋 彩色接到类各色人们的畅阳 你要去看一看 别嘲笑那些失态的人们 他们拥有的地球 比你多一些 生命是本书的话 它比你多一张明信片 女生们搭车成功力颇高 我的一个女作家朋友 网路边站两分钟 基本就能被带走 有次想去北戴河 某个拐弯 司机明明是要去青岛的 愣是绕了个无穷道 把她送了过去 回来后 女作家写了个长篇 内容是 她与若干司机的爱情故事 这种爱情故事 落在女作家身上是小说 落在贞杰女青年身上 就是案件了 少年们航班可能延误 班车也许熄火 客栈断水断电 压身份证 正规上岗的师傅店员 都可能不太靠谱 你们的心得有多大 才能坐上陌生人的副驾 偶遇者的沙发 好人是多 但是遇到一个坏的 旅行就变成终点 穷游节省到最后 岂不是只能用生命买单 也许成功 也许失败 要看你想得到什么 旅行从来就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要么用青春替代消费 要么用金钱抵抗艰难 但人总克制不住出去走走的愿望 过了少年时代 就要努力挣钱 做衣食无忧的旅行 在你死之前 这个世界的路都会走不完 那就走得舒适一些 如果你和我一样 从颠配流离里走过来 就没有失去过方向 很简单 阳光海洋的大房子 装备精良的大房车 带着家人和狗狗去旅行 自己做饭 沿途张望 听歌聊天打牌 看不同的风 吹不同的浪 写字记录行驶过的地方 享受喜欢的工作 不紧张不忙碌 完成喜欢的梦想 不迟疑 不惶恐 得到太少会有肚痕 得到太多容易腐烂 就这些 我不停在努力 就这样 我自己的梦想 祝路上的人运气好 但是脸皮 要薄一点 平平安安 平常了夜的巴黎 你踏过下雪的背景 你收集书本里 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 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 却说不出你欣赏我那一种表情 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 我曾让你动心 说不出离开的原因 你累积了许多飞行 你用心挑选纪念品 我搜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理 你拥抱热情的岛屿 你埋葬基的土耳其 你留恋电影里 美丽的不真实的场景 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 却说不出你欣赏我那一种表情 你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 我曾让你分心 说不出离心的意义 你勉强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 我勉强说出你爱我的原因 却说不出你欣赏我那一种表情 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 我曾让你分心 说不出离心的意义 勉强说不出离心 勉强说出你为我记住的每一封信 都是你离开的原因 你离开我就是离心的意义 勉强说不出离心的意义 勉强说不出离心的意义